任何一個事件 任何一個現象 你都可以靜靜地想 專注地想 反覆地想 把它想清楚 只要你執著在這件事上 這個人上 你把它想清楚 因為只要是你不安 恐懼 所有這一些都是苦 你把它想清楚 想到 如果你想了你還是苦 那表示你看的是錯誤的 你看的是錯誤的 所以佛法其實 緣起並不是 它就是世間現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生命之所以如此痛苦的理由 你要把它看清楚 你就不會再痛苦 這個很重要 所以基本上它是這樣的 生老病死 生住一滅跟沉住壞空 所以這裡講 無為者不生不住 不義不滅 當你不起煩惱造業 當然是不生我見 不生我愛 但這個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好 這個是我們說的 這個緣起聖身 講到緣起聖身 下課是嗎 我們先下課 哇哦 狗狗好可愛哦 但是沒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愛 你可以選擇狗狗的品種 但是不用選擇的是牠們的中心 牠們缺的是一個機會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們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們 也渴望您的關懷 需要您的幫助 台灣救狗協會 邀您一起 護持 救護 養護流浪狗 華博帳號 50016766 50016766 護名 台灣救狗協會 生命電視 讓佛法環繞全世界 接下來請收看菩提系列 我們大家請合掌 我們大家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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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我們師父慈悲 各位法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大家歐彌陀佛 那我們今天 接續上個禮拜 講到這個 大灣大師 可以說是我們 注解佛經的一個主師 他的著作等身 但是雖然大灣大師學問這麼好 他注解佛經又這麼的多 但是大灣大師 他依然是那麼樣的謙虛 他每每在注解經典的時候 他都心中默默注蹈 希望能夠得到瑞相 來肯定他所注解的這些佛經 能夠合乎佛理 合乎佛法 從這裡可以讓我們的一種體會 說縱然像道安大師這麼樣的學問高超 註解佛經是這麼樣的著作等身 但是他依然是那麼樣的謙虛 那這一點就是值得讓我們學習的 那這一點就是值得讓我們學習的 是真是假是法身佛 是報身佛還是化身佛 種種的一些問題 那這些慧遠大師跟諸摩羅史 書信完返的這些問答 都說在大聖大義章 那從這兩個祖師大德 他們的學問都那麼樣的一個高超 都還是那麼樣的謙虛 會請教大善之士 那我們把這些公安故事 不能把它當故事這樣看過而已 從這些公安故事裡面 就是讓我們去體會到說 修行不能自己認為自己對 自以為是 都必須要請教大善之士 這就是一種檢驗 驗證 做學問 固然檢驗 驗證很重要 我們修行 這個檢驗 驗證更是重要 所以為什麼禪宗它必須要 這個祖師大德的一個驗證 就是怕落於修行人 有時候往往就會落於自以為是 台語教 自己想 自己對 那都不跟人家請教 或者也不跟人家討論 這是呢 其實呢 背後 就是我們修行人 這個深層裡面的一種 我值我慢 那我們修行是應該要去除 我值我慢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忽略了 忽略了這一個驗證 檢驗跟多聽聽別人意見 的這麼一個小動作 其實無形當中呢 就落於自己認為自己對的 這種我值跟我慢 這是在我們呢 這個修行當中啊 與人相處呢 往往呢 我們都會碰到 遇到的一種現象 所以那時候我在大學 還是二十幾歲出頭而已啊 去南投水里連儀寺 親近燦雲老法師啊 那時候老法師已經八十幾歲了 但是呢 他還是會呢 看到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他還是會講出來 聽聽我們呢 這些矛頭小隻的一種看法 那有時候我們呢 回答得正確的時候啊 這個老法師啊 他也會哈哈大笑 點頭給我們肯定啊 那在這個當事者 這個過程當中 就讓我深刻去體會啊 凡事啊 其實要多問 多請教人 因為我們所看到的 都是我們眼前看得到的部分 但是在這個背後 我們看不到的時候呢 當我們如果能夠多請教別人 那就可以幫助我們呢 看到我們看不到的那個背面 那這些呢 可以讓我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呢 多點評估啊 多點參考 這樣當我們呢 在下決定的時候呢 就會誤差或是漏失會比較少 這是呢 做學問也好 修行也好 都必須要有的一種基本概念 那從我們呢 看這個道安大師 或者是會員大師 這樣的一種謙虛的精神啊 其實也是可以讓我們引以為借鏡 引以為學習的對象 所以呢 千萬呢 我們都不要自以為是 但是 千萬不要自己想 自己對 有時候呢 多多聽聽別人的意見 多參考別人的看法 其實呢 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你知道 千受益啊 滿招損啊 古人所說的話 句句實言啊 句句實言 那這個道安大師的時候啊 史宋律還沒有傳到中途啊 是等到鳩摩羅史之後啊 這個史宋律才傳到長安啊 那那時候已經離道安呢 已經元吉二十多年了 後來呢 這個慧遠大師呢 又在請人呢 這個 譚摩劉之啊 再把這個史宋律的後半段呢 再把它翻譯出來啊 所以這個梁高生啊 傳裡面就有提到說 這個史宋律啊 能夠完整的傳到中途啊 這個慧遠大師啊 可以說是鞠躬不小 鞠躬不小 那等到史宋律傳來之後 這個慧遠大師看到史宋律 才知道說這個 大灣大師夢盡所見的這個胡忍啊 就是呢 這個周立盤陀切 就是這個 冰陀螺婆羅肚 就是這個給我們 這個 眾生植福田的 這個冰陀螺婆羅肚 那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 這個大灣大師啊 他就立下了在這個過堂用災的時候啊 另外有一個聖身的一個桌子呢 來供養這個冰陀螺婆羅肚 這樣的一種制度啊 那隨著大灣大師以及大灣大師的這些 弟子們的一種宣揚啊 就 這樣的一種災堂裡面 供奉兵陀螺婆羅肚聖桌的這樣的一種儀鬼啊 就處處成者啊 遍行於天下叢林啊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 大灣大師跟弟子啊 大約有八人 共同發願 這個往生彌勒多帥淨土 那這一則呢 是在這個梁朝 會角大師的這個高僧傳裡面 有這樣的記載 但是比會角大師 高僧傳早五六十年的這個 這個梁朝生幼出三藏記集裡面的這個 道安大師傳記 卻沒有記載這一條 卻沒有記載這一條 等於說這一條呢 是在這個會角大師的高僧傳裡面有記載 他記載的說 這個道安大師 梅雨弟子啊 法玉 僧埔 譚戒 道願 等拔人 於彌勒前 立誓願 身斗率淨土 那這對於 東土啊 的這個 彌勒淨土的信仰 以及修行 具有啟發的影響 為什麼我們不敢說 道安大師是第一人呢 因為如同一開始說 在這個 生幼的出三藏記集的 道安傳裡面 並沒有寫這一條 是等到 是等到後來的這個 會角大師的高僧傳 道安大師的傳記裡面才有記載這一條 所以我們呢 做學問呢 也不能把話呢 說得太滿 雖然說現在研究 彌勒淨土 都會把這個 道安大師發願呢 往生 彌勒都率淨土呢 擺在第一 但是呢 我們也不能把這個話說滿說 這個道安大師就是 花願往生 彌勒淨土的第一人啊 因為有時候呢 隨著這個資料的出土啊 可能會讓我們這樣的一種 說得太滿的這個話 就會產生被人家質疑啊 所以我們只能說 對東土彌勒淨土信仰 具有啟發影響 那也的確因為 道安大師太有名了 一個有名人是登高一呼啊 總是大家呢 就會跟著來依從啊 所以這個彌勒淨土 的確在呢 魏晉南北朝也好 乃至後來到了水塘 他還是曾經呢 興盛一陣啊 尤其是玄章大師 跟愧疾大師的為士啊 他們呢 也都花願往生彌勒淨土啊 所以這個彌勒淨土 在隨堂以前呢 他還是呢 興盛 但是呢 等到 隨堂以後啊 隨堂以後 這個彌勒淨土 彌勒淨土 反而呢 在我們中國呢 盛行啊 反而取代了 彌勒淨土 反而取代了彌勒淨土 那道安大師 與他的這些弟子 法御 僧埔 彈戒 道願等 八人呢 立願 往生 彌勒都率淨土 這樣的一個舉動啊 是在這個 襄揚 襄揚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發願 那那時候呢 慧遠大師也是在襄揚 也是在襄揚 所以等於說 慧遠大師呢 他也有看到 這個大安大師呢 他發願 往生彌勒淨土 可是這個 慧遠大師他就不是 往生 這個彌勒淨土 他反而呢 發願往生彌勒淨土啊 但是道安大師的這樣的 幾位 弟子眾的 一起發願啊 應該也是給予 這個慧遠大師 在廬山 結白年社煉佛啊 也是一種 啟發跟參考 啟發跟參考 所以這個 慧遠大師啊 後來 在 福堅 攻打襄陽的前一年 道安大師分散途眾 這時候慧遠才正式離開道安呢 到這個 荊州 就是湖北 善明寺 後來又到這個 九江 庫山的時候呢 就停在庫山 這個開創呢 這個東陵寺啊 結白年社念佛 求生彌勒淨土啊 這是 這個師徒兩人啊 雖然呢 所發願的各個不同啊 但是呢 都是給予我們呢 了解說 宋南 道安大師 他是發願彌勒淨土 但是他的徒弟啊 慧遠大師呢 反而是 求生彌陀淨土 師徒 雖然不同的一個 趨向 但是呢 也都是可以讓我們 知道說 這個修行啊 契合契機 也是很重要 契合契機 很重要 那道安大師的第七項贡献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贡献 就是編這個金路 編這個金路 使重金有據 使有其功 就是在這個 惠角大師的高僧傳裡面 它有記載說 自漢位 就是佛教從漢朝末年 安世高跟之流 加乘翻譯佛典進入中國之後 一直到東晉 孝五帝年間 大概有兩百多年了 這兩百多年耶 這個翻譯經典也算是蠻多的 雖然還不是全部把這個印度佛教的經典翻譯過來 但是也是有相當的份量的 說今來稍多 而傳經之人民致累服說 後人追尋莫測年代 雖然說佛經傳入中國兩百多年了也有相當的份量 但是這兩百多年的輾轉相傳 有些有記錄 像這個敦煌菩薩 祖法父啊 他的這個兩個得力助手 虐成遠跟虐道真父子啊 來幫助這個祖法父翻譯經典 那這個虐道真本身他懂梵文啊 而且呢 他也有把這個祖法父呢 所翻譯的經典 都有記錄下來 所以那時候就有這個道真錄這樣的一種經錄記載 但是那時候應該也是只是一個很大略 大略大概記載這個祖法父翻譯經典的時間 地點跟翻譯什麼樣的經典的眷術 還不至於說全面的把所有翻譯佛經的人 都做一個記錄啦 所以是道真錄 雖然也是蠻早 就已經有做這方面的經錄記載 但是他可能還不是很全面性的 而且呢 他也因為可能戰亂的關係啊 亡溢了 沒有保存下來 所以我們只能說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這樣的一個記錄 但是真正 真正有遺留下來的 比較切切的 是道安 是道安 但是這些呢 經典的一個記錄啊 就是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凡事啊 這個文化的累積 就是靠這樣的一種 一點一滴的一個記錄 所以我們現在啊 佛教雜誌啊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在他們的後面 最後面 他們都有做這樣的一種記錄 就是什麼月份 哪一天哪一天 這個主事者 他有做什麼事情 都會在這個雜誌的最後面裡面呢 做這樣的一種歷史上的一個記錄 那其實這些都是一種文化的累積啊 以後經過了好幾年 乃至經過了一兩代啊 就可以從這些雜誌的一個記錄啊 可以知道說 以前人他們做什麼事啊 那文化的累積 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建構起來的 建構起來的 那道安大師呢 他就把這兩百多年來的這些翻譯經典 翻譯家呢 把它做一個整理 做一個記錄 總結明目 表其實人 就是誰 在什麼時候 什麼地方 他翻譯了什麼樣的經典 有幾卷 都做了這樣的一種考核 考察 跟記錄 那撞為經錄啊 重金有據啊 實有其功啊 那因為有道安大師 他對這個文化文獻 文化也好 這種文獻的一個記載啊 他很重視 他很重視 所以他的這個學問啊 可以說是很嚴謹 很扎實啊 當這個經錄呢 他把它整理出來之後啊 四方學士 是進往失之啊 也就是說 道安大師本身呢 他不讀做這樣的一種文獻記載 也由這個文獻記載的同時呢 他也有在做這樣的講經講學啊 所以為什麼教育很重要 教育呢 可以讓我們知道道理 從這個古人的這個經驗裡面呢 讓我們獲得的智慧 就前面所說的 道安大師學問這麼好 他依然呢 還是這樣的一種 心中助導 祈求呢 諸佛菩薩的一個加倍啊 讓他這個經典的註解呢 能夠符合佛理 符合佛法 所以呢 也能祈求呢 能感得瑞相 就像我們懺悔也好 或者我們受戒也好 我們也都希望呢 藉由我們的誠心呢 能感得瑞相 得到善品 這個戒品一樣 所以因為有道安這樣的一種講學 有這樣的一種文獻的研究紀錄 跟講述啊 釋方學識竟往失之啊 這是會角的高聲傳裡面 对大湾大师的一个说法 那大湾大师本身 他在编这个经路的时候 他就有说了 他说持土重经初不一时 就两百多年来 这个经典的初处 有的在长安 有的在洛阳 有的在梁州的敦煌 像主法府就在敦煌 那有的是在建康 就是南京 像康征慧 他就是在建业 建康南京这个地方 出处不一 出处不一 那有些呢 又因为呢 这个战乱 战乱的关系 职产出产 职权出权 非是一人 就有的呢 可能战乱的关系 就有所残缺 就有所残缺呢 南处中里 唯之录一卷 那就是因为大湾大师 他曾经有这么样的说法 南处中里 唯之录一卷 所以这后人 依这一句话 把他的经录呢 取名为 中里重金目录 这么来的 大湾大师本身呢 他可能 没有 没有 为这一本经录取名字 因为这一本经录后来呢 也亡失了 也亡失了 那所以后人 那所以后人 是根据 大湾大师在编这个经录的时候 有说了这么一段话 南处中里 唯之录一卷 这样的说法 把它取名为 中里重金目录 那这一本目录呢 后来也是亡失了 但是幸好 幸好 这个梁朝 申佑的初三战祭籍 有把它保留下来 有把它截取下来 截取下来 不是保留下来 是截取 他有参考 这个大湾大师的这个经录 把它参考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才知道说 这个大湾大师 有做了这么样的一个经录 但是因为他的经录 已经亡失了 所以如果我们说现存 现存最早的经录 就是这个梁朝申佑的 《初三战祭籍》 那梁朝申佑 《初三战祭籍》 他这一本书呢 比梁朝的惠角大师的 《高生传》 早了约有五六十年了 那这两本书啊 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我们佛教的一个很有名的书籍 很有名的书籍 所以我们他的一个可信度啊 跟他的严谨度啊 算是蛮扎实的 所以这两本书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 几乎呢 我们如果要读高生传的话 这魏晋南北朝的这些高生传的传记啊 几书都是以这个申佑出三战祭籍 跟这个惠角的高生传为主要的出处 为主要的出处 那到了这个隋唐啊 隋唐又有出这个道宣律师啊 也是参考惠角大师的高生传 他也做了续高生传 可以说是我们在隋唐以前啊 隋唐以前对这些高生大德的传记啊 最主要的一个出处参考来源 一本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梁申佑的出三战祭籍 一本就是也是同样是梁朝晚了五六十年的 这个惠角大师的高生传 第三本就是呢 唐朝律宗四分律的祖师道宣律师 写的续高生传 这三本书呢 是可以让我们在看到这个隋唐 以前的这些高生大德的传记 比较呢 可信度比较大的一种高生传记 高生传记 那因为这个有申佑的出三战祭籍 他有截取道安大师的这个经路 为蓝本 再加以补充 所以呢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个申佑的出三战祭籍里面 看出道安大师的这个经路的一个大概 的一个大概 那道安大师的这个经路啊 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佛典目录 也开创了中国佛教文献整理和目录研究的先河 贡献巨大 那有因为有道安这样的一个开头 他就影响到了这个申佑 这个出三战祭籍 这样的一种编辑啊 那而后呢 这个每一个朝代隋唐啊 都也有做这样的一个经路编辑啊 都是源自于道安大师的经路 道安大师的经路 那所以道安大师的经路是第一部 但是可惜他已经亡施了 是梁朝申佑的出三战祭籍把它截取 所以如果我们说现存最古早的经路 还是以这个梁朝申佑的这个出三战祭籍为最早 现存最古的经路 那道安大师的这个经路呢 我们从这个出三战祭籍里面呢 大概也有可以看出 它由七个部分来构成的 来构成的 第一个部分呢 当然是主体 主体就是说 它有切切的 切切的出处 什么人 在什么时候 在哪一个地方翻译了什么样的经典 确实没有错误的 而且都是道安大师 那时候他能够看得到的 能够找得到的 为依据 为品 那如果呢 找不出直接的线索的话 那一道安大师他研究学问的严谨跟扎实啊 他也比对了 每一位翻译家的这个译文风格呢 来列出相似的一个译著 就以释出 释出这样的标记 说他可能释出是谁翻译的 因为道安大师他在鉴别这方面做得很好 因为他研究学问啊 很严谨 很扎实啊 他不是呢 说得意望言行的 不求圣解行的 所以呢 他所做的这个经路啊 就十分可靠 可信度呢 就很高啊 可信度就很高啊 所以这个生幼的初三丈祭集呢 他就有说 大法运流啊 四夷六代啊 赚注寻入啊 独见安宫啊 所以我们做事情啊 都要扎实啊 都要扎实 都要一步一脚印啊 然后呢 要呢 把这个事情啊 都要有一个 这个值得人家信用 值得人家可信啊 这个反映出一个人 做事情的一个态度啊 做事情的态度 那这些点点滴滴 都是由我们平常 做事情呢 的一个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 那我们呢 做事情呢 能够有信用度 很高 很守信 那就自然而然建立了 我们的一个品格啊 人家如果提到某某人 人家就 这个举尺 这个大拇指啊 说这个人呢 这个讲话 有信用 这个讲话 可信度很高啊 不会随便乱讲话 这个道听途说啊 或者说一些 八卦的消息啊 那这样的无形当中啊 就让人家对我们的这个品格啊 打折扣啊 打折扣 所以大湾大师 他就是因为 他所做的这些学问啊 他呢 很扎实 很严谨 都有在求证 都有在考据 都有在验证 所以他的可信度就很高啊 一直到现在啊 还是为佛学研究者啊 所称扬赞叹 所称扬赞叹 就值得 这个经得起呢 这个时代的考验啊 经得起这个时代的考验 那第一部分是最主要的 就是有凭有据 眼见为凭 不道听俗说 那也不听说是可能怎么样 就完全呢 是以大湾大师 他也那时候 他能拿得到的 他呢 研究 评断 鉴定 鉴别 确实是如此的 这是在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跟 到第五部分呢 就属于诗缘 诗缘 那这诗缘里面就有 又分细个 四个小部分啊 就是一般诗译 跟凉土 译译 译经 凉土呢 就是凉州 就是敦煌和西走兰那里 祖法复啊 他们就是在凉州敦煌那里翻译的 那因为呢 魏晶南北朝的一个战乱啊 有时候呢 这个和西走兰呢 因为战乱的关系啊 就会产生呢 这个 一些经典啊 就王师啊 不怎么样 就是凉州义经 那第三点 这关仲义经 关仲就是 长安 长安 因为这个 长安呢 是这个 魏晶南北朝啊 朝魏 他们呢 就有在这个长安 东汉末年呢 长安跟洛阳呢 这些呢 是属于首都啊 那首都之地啊 当然是 各国啊 这些翻译大家呢 聚集的地方啊 聚集的地方啊 所以这关仲义经啊 那第四点是古义 就是因为它的文字啊 旗古 年代久远 有别于一般的诗义 就是叫古义 可见呢 光是一个诗远啊 这个道安大师就细分了 这四个小标题啊 就分了这个四个小标题 可见呢 这个道安大师做了 很维系啊 他做了很维系 那第六部分呢 就是疑经 疑经 那这些每一部 华语的这个经典啊 道安大师也都做了一个小续啊 做一个说明 说明说 这些疑经的一个可疑之处啊 可疑之处啊 所以等于道安是第一个 提出疑伪经典的人啊 疑伪经典的人 那因为呢 这个经典有时候啊 难免有人会伪造 伪造 那所以呢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啊 有这个卢道的一个抗争啊 有卢道的一个抗争啊 所以难免呢 有些人呢 他可能会假借呢 假借这个佛教的名义 来写一些经典啊 就是疑经 那这些部分呢 道安大师都提出了 他的看法 他都提出了他的看法 跟他的一个判断的依据 判断的依据 你要说人家是疑经 你根据什么 你不能说 我说的算 我说的准 那太傲慢了 你说他是疑经 你根据什么 你依据什么 提出来 让大家呢 参考 那如果大家觉得 你提出来的观点 你提出来的看法 有道理 确实如此 那大家才相信啊 这些呢 都是 虽然是做学问啊 其实呢 也从中 都是让我们呢 得到呢 这个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要判断一个人 或我们要判断什么事情 获得怎么样的结论 我们是根据什么 根据什么 你根据某某人道听途说的吗 或是你根据文本记载的吗 或是你根据 你自我意识认为的吗 你根据的是什么理由 你要讲出来啊 你讲出来 人家才能验证啊 你讲出来 人家才能判断啊 不能说 而我讲了算 就太傲慢了 所以其实 就学问啊 就从中 反而呢 会让我们更加学习谦虚 学习谦虚 那你看道安大师 这么一个佛学大家 他要说人家是宜经 他也必须要说明啊 所以他都每一个宜经的部分都有小叙 都有小叙 来说明 他为什么判断他是宜经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根据的是什么 他都在这个续文里面呢 做一个记载 供后人 供旁人 来做一个检验 做一个检验 考核啊 考核考证啊 不是说我道安师佛学大家我说了算 你看道安大师也没有这么做 没有这么做 他还是那么样的谦虚 他都有一个小叙来说明 他的一个依据 那第七个部分呢 就是筑经 就是我们前面有说的这个 这个道安大师啊 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佛典 筑解之主啊 他筑了很多的一个经典 不管是续文 或是筑解 他都呢 都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所以在这个第七部分呢 就是属于筑经 那每一个筑解的经文里面呢 他也一样都会做一个续文 这些续文就做一个说明 那这个翻译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在什么时候翻译出来的 那都在这个筑解里面的续文里面 他也都有做一个说明 做一个说明 那这是因为这是属于附路的部分 那最后做一个杂金的一个补充 那后人的一个考证啊 后人的一个研究啊 这个杂金这个部分可能是 道安大师在做完这六个部分之后呢 后加上去的 后加上去的 所以这个申诱啊 初三三季集这个申诱 他就有说啦 说道安路啊 他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但是呢很可惜 就是有几个缺点 什么样的缺点呢 就是太过简略 像前面也说的 道安大师有做这个 放官官障这个合金续文 他就写这个放官 或是官障 那其实放官就是放官波尔经 那官障波尔经 但是他都只是写两个字而已 太过简略 太过简略 那因为有时候太过简略呢 就会产生混淆 混淆 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金续 太过简略 都是写这个标题两个字而已 第二个呢 又没有著名这个金卷 金卷 没有列出金卷的这个卷数 那使得后人呢 在这个传写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产生混淆 都会产生混淆 那第三点呢 就是租体为标 失散则乱 所以以前我们在注解经典啊 都是用红色的珠砂笔 红色的珠砂呢 这个毛笔 来做一个圈点 做一个注解 做一个小标注解 那这个珠砂笔啊 有时候久了之后 潮湿嘛 或者遇到水 遇到水 它就会晕开 晕开 所以就会产生呢 模糊不清 模糊不清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后人呢 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比较没办法确定 没办法确定 就有所困难啊 这个湿之 这个就是呢 就像这个玉啊 有这个小瑕疵啊 小瑕疵一样 小瑕疵一样 这是这个 申幼啊 出山山祭集里面啊 最后 他给这个 道安大师的这个 总理重金目录 做一个总结啊 做一个总结啊 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 小缺点 第一个 太过简略 太过简略 那第二个呢 就是呢 他这个没有标明呢 这个金卷 没有标明金卷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珠沙笔 在写的时候 有时候呢 因为可能书本的潮湿 或者遇到水 晕开了 就模糊不清 这样的一个小缺点啊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的 我们民国 民国时代有蛮多的这个佛学大家 他就想说 既然这个申幼的出山山祭集里面 有截取这个道安的经路 所以他们就想要从道安的这个风格里面呢 把这个申幼的出山山祭集的这个道安路的部分呢 把它还原 把它还原 但是呢 就成如申幼所说的啊 这三个缺点啊 使得这个民国时代啊 这些佛学大家 想要从出山山祭集里面去还原道安路啊 还是困难重重啊 还是困难重守 但虽然是这样 不失呢 这个道安大师经路的一个贡献 的一个贡献 那第八个 就是 道安大师 这个效法呢 佛陀 分散弟子 四处传教 四处传教 那这个 这一点啊 当然除了这个佛陀 的这个传教宣言啊 可以说给我们后世 弟子啊 弘法立身的一个标的啊 的一个标的啊 的一个标的啊 那呢 最主要的是 这个大湾大师在这个飞龙山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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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互相 我们说的切磋琢磨啊 互相砥礼啊 那这个道父他就有提到说 修行人啊 不能呢 独步于山门啊 不能独步于山门 应该呢 让法轮流转啊 所以呢 以各随力所批啊 以报佛恩啊 所以就四处呢 四处呢 去弘扬佛法 又离开飞龙山 就是大湾大师有这么样的一段姻缘啊 所以呢 这个 当大湾大师 因为北方的一个动乱 五湖十六国嘛 彼此的征战啊 所以呢 南下 到这个襄阳 襄阳呢 湖北省襄阳 是属于东晋的管辖区域啊 算是相对 比较安定 比较安定 所以呢 这个 大湾大师啊 就率领途众啊 从北方呢 南下要到襄阳 那在一个半途 新野的时候啊 是他第一 第一次呢 分散途众 四处传法 就分散这个祖法太 到这个扬州 扬州是建康 南京的一个管辖区域 那第二个呢 就分这个 派这个法河 到四川 到四川 那这个法河到四川呢 这是高僧传里面啊 我们之前在说这个三国佛教的情况 都没有这个四川属地的这个佛教情况 那可能是因为呢 有这个四川啊 是这个五斗米教啊 的一个盘踞的地方啊 那我们知道东汉末年有这个环金之乱 这个环金之乱也许是这样 所以这个四川的佛教啊 就比较不小的 也有可能说 这个鼠道南啊 南与三青天 要进去鼠这个四川也很困难 所以在这个三国时代啊 我们几乎都没有看到这个鼠地啊 鼠地有佛教的情况 是一直到这里 一直到这里 这个道安大师 来到新野 他分散屠众 四次传教 派这个法河入四川 我们才正式有看到这个高僧传里面 有记载这个四川的这个佛教 但是他也只能这样的一个记载 详细记载呢 是要到后面 这个慧远大师的弟弟 慧慈 慧慈呢 也是跟着慧远大师到这个庐山 这个东陵寺 住了一阵子之后呢 这个慧慈啊 他才进去这个四川弘教 那时候才正式 比较多的记载 这个四川佛教的情形 那我们就等到这个慧远大师 的这个传记说明的时候 再一并做解释 再一并做解释 那第二个呢是慧永 到这个寻阳 见这个庐山西林寺 第三个呢 是这个福尖呢 派遣十万大军 南下攻打襄阳 的一个前一年 这个大湾大师呢 就派遣这个慧远慧 谈遣谈谈徽 跟法遣 四处传教 大概呢 有分这三个阶段 有分这三个阶段 那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法泰 法泰 是道安大师呢 在佛图腾坐下 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参道友 同参道友 所以当道安他们来到这个新野的时候 来到新野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兵荒马乱 兵荒马乱 光是道安啊 率领慧远 到这个襄阳啊 就有四百个人 四百个弟子啊 跟着道安啊 南下到襄阳 四百个人呢 是多少个人呢 大概一个阴啊 大约是一个阴的人数啊 那你看从北方辗转到这个襄阳 四百个人 四百张口 这个吃住啊 我们一想到啊 就头大 就头大 这不是说 几个人 大家保护 临着 就走了 他是四百个人 跟着道安走啊 所以等于说 在这个道安 分遣这个法态啊 可以说是因为破于 沿途逃难 所以不得不啊 不得不啊 离开啊 所以这个 法态跟道安 在离开的时候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 伤心啊 非常的伤心啊 所以当法态啊 南下 这个健康啊 先到这个湖北 荆州的时候啊 就大病一场 就大病一场 可能是逃难啊 水土不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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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法态啊 他来到湖北的时候啊 他来到湖北的时候啊 就大病一场 大病一场 那这个道安啊 就派遣会员 特地派遣会员呢 去呢 湖北 探望这个法态 探望法态 那我们从这个会员 这个会员 这个会员 会员的传记里面啊 也可以看出啊 就是会员 他十二岁就出家了 可以说是沙咪出家 然后他是跟这个竹坛县 为师 后来呢 依止这个道安 那这个会员 跟会员 两个呢 同参道友 一样感情很好 感情很好 所以这个会员跟这个会员 他们就相约 以后啊 就来住山 来住山 来共同来修行 那这个会员啊 被道安所留 这一点呢 为什么要把它圈起来 这会员大师啊 他从二十一岁 跟着道安出家 等到到了襄阳 福坚 起十万大兵攻打襄阳 会员大师才正式离开道安 那时候会员啊 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 等于说呢 从二十一岁跟着道安出家 到四十五岁正式离开啊 二十几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会员 他跟会员 他跟会员 原本相约 要去住山 但是呢 会员 为道安所留啊 就是道安呢 把他留在身边 不让他走 不让他走 甚至在法泰 在湖北的时候 大兵一场的时候 还派会员去探望法泰啊 就是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出说 这个弟子啊 这个弟子 我们也是要依着师父的教导 依着师父的教导 必然呢 有一番成就 这个道安啊 他看出这个会员啊 是个人才 所以呢 他一直都留在身边啊 栽培会员 他不让会员跟会员 这么早就离开啊 这么早就离开啊 他还是留在身边呢 继续栽培会员大师啊 是等到的襄阳被攻打的时候 才不得不呢 这个放会员 离开 那也可以说是 这个会员大师啊 在襄阳十五年之间呢 可以说是道安大师 也可能说认为说 这个会员呢 可以独当一面了 可以独当一面了 应该让他呢去弘法一方了 所以道安就没有带会员到长安去注解经典 翻译经典 他就在这个襄阳的时候呢 让会员离开啊 让会员离开 所以呢 一个弟子啊 其实只要他能够跟着师父呢 好好学习啊 那这个师父呢 他也会知道说这个弟子 是不是有这个条件跟能力 可以离开去弘化一方啊 我想这个身为师父啊 说知子莫如这个父啊 身为一个师长啊 他必然知道这个徒弟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都把这个 慧永的这个传记里面 有写到这个一点 我就把它呢 特地把它截取出来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呢 有时候呢 离师太早啊 有时候反而也是一种损失啊 那我们从这个慧永大师呢 他呢被这个道安所留啊 跟在身边 在这个襄阳啊 是道安大师的一个 弘法道业的一个高峰期啊 跟着在身边学习啊 可以说是让慧永大师啊 日后的一个成就啊 打下了一个深厚的基础啊 深厚的基础 那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啊 我们都不要把它当故事 就这样看过而已 看过而已 其实呢 我们呢 从中也可以体会到 这个师徒啊 相得益章啊 所以呢 道安跟慧永 他可以说对于中国佛教啊 有极大的贡献啊 有极大的贡献 那当然 这个慧永 在离开襄阳之后啊 他到庐山 庐山呢 也受到这个慧永的一个 极力的帮助啊 极力的帮助啊 那我们就等到这个慧永大师的 传记的时候啊 我们再一并呢 做一个介绍 在这里只是说让 因为慧永的传记里面 有提到这一点 原既为道安所留 这一点呢 就把它截取出来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因为这个 传记里面 有时候在这个地方出现 有的在那个地方出现 那你必须要把它抓出来 凑合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清楚知道 这个前后来龙去末 做一个参考 护持生命电视台 邮政化播 护名 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华波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